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3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国庆黄金周启动,习近平忙碌起来,第二个是 人民银行全动员,人民币维稳行情,讲人民币反弹 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播报9月30号直播一的要文简报,第一个 9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地方首长 签署条约,正式把这四个俄战地区 并怒俄罗斯领土,那么普京发表讲话时说 乌克兰四个俄战区的居民 永远成为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 捍卫新领土的安全 这个臭不要脸了 他表示将会协助俄战区的城市重建 并且要求乌克兰军队停止反攻,回到谈判桌上 普京批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寻找机会瓦解俄罗斯 并且遏制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乌克兰四个俄战区已经成为俄罗斯领土,如果乌克兰进行袭击 将视为侵略俄罗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 获得新的领土 他对俄罗斯人喊话说 现在只有普京一个人想继续战争 战争的代价就是所有的俄罗斯人失去正常生活 俄罗斯人应该阻止普京继续战争 9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 批评俄罗斯在四个俄战区举行公投 没有真正反映民意 古特雷斯强调说 俄罗斯作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应当有特殊的责任,尊重联合国宪章 任何吞并乌克兰领土都是非法的行为 应当受到谴责 俄罗斯的行为更是令危险局势升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在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的卢干斯克、敦尼斯克、赫尔松 和扎布罗热地区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式签署 加入北约的申请书 第二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9月29号 审议通过法规 要求江苏省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 要先向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这是第1个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 要求省政府 出台重大政策之前 向同级人大报告 通过这个规定要求江苏省政府 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事项包括 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规划 开发或者保护重要自然和文化资源 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决定在行政区域实行重大公共建设专案等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每年要研究下一年做出的重大决策 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出建议 专案建议项目 这专案是台湾的用法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同意之后由主任会议决定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 省政府要在人大常委会召开前10天 报送重大决策的材料 省政府是执政部门 那么他当然有权制定重大政策 也有权实施重大政策 人大是个立法部门 他要求执政当局 向他进行重大政策之前要向他报备 要他批准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习近平未来的执政模式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国务院可以取消了 基本上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动向大家知道 江苏省是习近平的 主要的这个 这个影响区势力范围是他的势力范围 第3 台湾第1艘万吨级的两栖运输舰叫玉山号 9月30号上午在高雄港举行交付海军仪式 蔡英文总统国防部长邱国正出席仪式 玉山舰由台船公司建造 具有运载 登陆战车 登陆艇 直升飞机弹药物资和执行医疗救援等功能 玉山舰配备32枚 这个海舰2 导弹 而且具有 具有隐身外观 电磁脉冲防护 智慧型的调水系统等特殊功能 可以长时间在外海独立作战 蔡英文表示玉山舰教父海军反映台湾在国防自主 国舰国造上有实质进展 他希望玉山舰可以体现 平时能救灾,执行里岛物资补给 人员运送和救灾和紧急任务 到战争时能编成特遣部队 进行两栖真援 第4 交通运输部9月30号约谈 快狗打车,滴滴货运,满邦集团 货拉拉等4家 互联网网约货运平台 交通运输部说他们接到了市民投诉 说部分公司存在多重收费 压价竞争 拖欠司机 拖欠司机运费等问题,损害 司机的合法权益,约谈要求4家公司 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风险 及时化解风险,确保 行业运行稳定 并且改善拖欠运费处理协调机制 不得恶意压价竞争 这次约谈额外要求公司在今年年内 不得随意调整收费标准 和云印规则 要保持运价相对稳定 通胀起来了 不能让他们加价 交通运输部基本上每个月,每月都会约谈 互联网货运平台 习近平 李克强经常说要鼓励平台经济 这叫鼓励平台经济 第五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9月30号对澳门太阳城集团主席 周超华跨境赌博犯罪集团的30多名骨干 宣判 被告人张宁宁涉嫌 开设赌场罪 非法经营罪 被判有期徒刑7年罚款80万 另外35名被告已开设赌场罪 判有期徒刑7年半 到一年三个月 罚款5万到300万不等 法院说张宁宁等人受周超华指使 在中国成立公司收取赌资赌债 并运营管理构成开设赌场罪 情节严重 另外张宁宁涉嫌非法买卖外汇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构成非法经营罪 而且情况特别严重 周超华本人在9月19号在澳门初级法院受审 他被控设立 创立犯罪集团非法赌博清洗黑钱等 289项罪名 控方 说他至少赚取了215亿港元不当利益 他否认所有控罪 第6 日本产经省9月30号宣布 向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465亿日元的补贴 在广岛社工厂生产先进的技艺芯片 美国驻日大使 伊曼纽尔形容 日方决定是里程碑的一个决定 象征着美日两国经济相互投资和融合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9月28号访问日本时宣布 日本和美国将会在芯片制造方面加强合作 除了美光,日本政府早前向台积电 提供资金,让台积电 和索尼以及其他的汽车零部件 制造商 合作在日本建立芯片厂 日本政府要保障芯片供应 避免汽车芯片断供 你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导致全球化的终结 这又是一个案例 第7 印尼国家食品药监局 9月29号宣布紧急授权批准 来自中国的 mRNA 疫苗 这个mRNA疫苗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艾伯生物和沃森生物 共同研制 中国仍然没有批准使用mRNA 疫苗 印尼墨西哥一直在为这种疫苗进行大规模后期临床实验 但是没有公布数据 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将会在印尼生产这种中国疫苗 目前沃森生物正在协助印尼建立 建设区域性的疫苗生产中心 这个疫苗是解放军军事医学 研究院 秦城风教授团队研发 2020年6月开始这个临床实验 那么 他们从2020年12月份宣布 在云南省玉溪市 兴建疫苗工厂,目标是年产1.2亿剂 但是至今中国没有批准使用这种疫苗 第8 9月30号北京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 工作新闻发布会 公布在丰台发现 丰台区 新发地市场,新发地以前发生过 是个批发市场 发现了一例社会面感染 病人是一名货车司机 在北京没有常驻地址 这名司机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外 运输货物 9月29号凌晨到达新发地市场 并且接受核酸检测 9月30号确诊 新发地市场曾经在2020年6月爆发了聚集性的感染 当时有确诊是335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表示 近日北京的感染都是Omicron变异株的5.2分支 病毒和北京市本土的病例 和境外输入病例序列同源 同源性低 但与北京外病例的病毒序列完全一致 也就是又是输入型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表示 连续两天北京报告新增3例,境外关联感染 警示越是假期越是要绷紧 绷紧防御这根弦 意思就是不要让人进来了 不让人进来跟什么有关 我估计 公布这个疫情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让人进京做舆论准备了 第9 彭博行业研究分析指出 以现行增长模式新加坡的家庭财富 要过17年才能追上香港 从2019年到2021年新加坡的家庭财富增长速度是每年是 9.2% 香港的家庭财富增长速度是每年是2.3% 不过去年新加坡的平均财富只有 35.8万亿美元 35.8万美元 家庭 家庭平均 比香港少35% 另外非新加坡居民的财富只有1.5万 1.5万美元 香港有2.3万美元 所以彭博社 彭博行业研究中心分析过去5年 新加坡家庭财富增长 增长率是9.6%,香港是5.2% 按这个计算,新加坡的家庭财富要17年才能追上 香港 那么香港预计在2023年会超越瑞士 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金融中心 那个时候 就是明年了 新加坡近年高速发展,正在追赶香港 不过经济实力还有一段的距离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下面第1个主题是人民银行 全动员 人民币走出维稳行情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多日的贬值之后,人民币 到了9月30号 人民币汇率全线反弹 9月30号人民币中间价报7.0998,就是回到了 7.1以下 下方的位置 那么比9月29号上升了104个点子 在人民币汇率盘中一度升穿了7.09对于美元,高见7.0837 收盘是7.0931对于美元 比9月29号收盘上升了1000个点子 上升了1.48%,创出过去一个星期的新高 反弹 暴涨 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升穿了7.08对于美元 高见7.0729 美东时间上午6点半 报7.12 1267对于美元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那也就大反弹 反 绝地反击 人民币汇率反弹是人民银行这个出手干预的结果 路透社9月29号报道说,人民银行最近要求中国的国有大银行 清点在香港纽约伦敦 这三个主要的分行的 离岸人民币头寸和美元储备 准备大量的抛售美元 买入人民币 报道指出 这次捍卫人民币的规模相当大 很可能要动用国有银行的美元储备 彭博社在9月30号报道说 人民银行在9月27号 召开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电视会议之后 有外汇交易员根据会议提出的要求 进行市场操作 市场交易员表示9月28号以来 三个交易日 在案汇率开盘之后都有一段 至少有一家 中间报价行主动在中间报价 和市场参与者之间 进行短期交易 这种行为就是影响成交价 9月29号起 非报价银行的交易员也开始主动 以中间价买入美元 至少有两家银行 接到通知要求引导G7汇率 以中间价成交 那么G7成交价的幅度 不得超过中间价的上下2% 所以在交易员的配合之下过去三天 人民币G7交易 陆续出现了 以中间价成交的行情 中间价是人民银行定出来的一个价格 他离市场价格有个非常大的差距 那这些交易员按照中间价进行交易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市场价格就被中间价拉上去 这就是人民银行触手干预 人民银行触手干预跟什么有关 当然跟20大有关系 那么中国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 国庆黄金周 中国的外汇市场要到10月10号才开 那新加坡华侨银行的经济学家Tommy Shea说 中国外汇市场未来一星期,一个多星期都要修了 黄金周是1到7号 那么8号结束 那么外汇市场要10号才开 那么又没有人民币的中间价,又没有在岸人民币的汇率 那人民银行就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所以理论上来说离岸人民币汇率走势 就取决于美元的走势 那么黄金周期间估计离岸人民币汇率 会持续往下行 那么假期结束之后 中国外汇市场重开的时候 人民币汇率估计还会跌回去 估计是这个方向 19届七中全会10月9号开 那么20大使10月16号开 精英证券估计收益研究主管Wilson Fong表示 中国政府在10月份 首要任务就是维稳 维稳大于一切 所以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 反映了中国正面临的外部波动的增加 因为一直在跌 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民银行 维持市场运作有序 就出手了 不过 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之下 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可能性很高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 美联储会持续加息 美联储官员已经预告了 11月12月都会持续加息 11月份美联储可能再加息75个基点 12月份估计还会加个50个基点左右 所以呢预计 今年联邦基金利率会上升到4.25 到4.5% 4.25%到4.5%之间 这是第1个因素 美元持续在加息 第2个因素就是中国出口放缓 中国出口放缓8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7% 已经跌下来了 市场原来预期是13% 结果到了7% 我们相信从8月份开始 中国出口在持续的回落 9月10月估计都是下降 这是第2条 第3条 中国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你可以看 人民银行本周向公开市场尽投放8600亿 是三个月来最多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9月29号人民银行医保监会 发布这个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 那可以看人民银行一直在引导 市场利率下行 市场利率下行 然后他在公开市场上 尽投放货币 也就是说 人民币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以这个为前提 你可以看到 人民币跟美元的稀差在不断的上升 而且 基本上可以看到欧洲也好 欧洲也好 英国也好 日本也好 基本上都在紧缩货币 人民银行在宽松货币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之间 其他货币之间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息差会扩大 那基本上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话 人民币 往下下行的这个速度 下行的这个趋势 没办法改变 目前人民银行主要是通过 几个工具 一个是叫中间价 一个是窗口指导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高做空人民币的这个成本 研究机构叫 Atonus Research 在香港的资深合伙人叫朱夏莲说 他说中国政府会继续通过行政手段 维持人民币的汇价 甚至不得不直接进行干预 那么到时候中国会开始抛售 他的美元储备购买人民币 不过呢 随着美国持续加息 人民币贬值的条件长期存在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如果 如果人民银行开始抛售外汇储备来维持人民币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 人民币如果受到外汇 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发生了变化 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人民银行在这个问题上会 会有所顾忌 这是我们第1个主题 第2个主题 国庆黄金周启动 习近平忙碌起来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 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率领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再加一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出席了仪式 王岐山没有出席 9月27号 政治局常委到北京 北展馆 北展馆 参观成就展 那么献花篮仪式是上午10点举行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整个过程跟去年一模一样 那么2018年4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英雄烈士保护法 规定9月30号为烈士纪念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 规定还要求现以上政府军队在烈士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 和去年一样 所有出席仪式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 都没有戴口罩 现花篮仪式结束之后 习近平 现花篮仪式在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举行 然后呢 现花篮仪式结束之后 习近平究竟去哪呢 去人民大会堂 去人民大会堂 接见C919大飞机项目的团队代表 那么陪同是谁呢 陪同是韩正 丁薛祥 刘鹤 王勇 何立峰 时间是上午10点半 你看时间很紧凑 10点钟开始那仪式 10点半 这边有另外一个项目 在中国基本上 处级以上干部 他的日行程度非常紧张 有时权的处级干部 吃饭都要走两桌 你要是进入了省部级主官的位置 他的日行程是以小时为单位 越往上行程越紧张 到了习近平这个位置 他的行程是以什么为单位 他的行程就是以心情为单位了 习近平在大会堂东大厅见项目代表 和你留念 习近平说 你们是国家栋梁 英雄功臣 随后习近平到河北厅 河北厅布了个展 就是 C1919大型客机项目的成果展 然后听汇报 国产大飞机项目C1919叫商用飞机公司9月29号 正式获得中国民航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那距离正式交付运营 再进一步 还没正式 还要拿到试航证才行 C919是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公司 研发的一款干线民用飞机 通常就叫国产大飞机 座位数量是158到168个 对标是波音737 和空客A320 这个项目是2017年立项 然后就转入设计和研发 在民航业之内 飞机投入商用前需要完成试航审定 那么2010年的10月 商用中国商飞向中国民航局 提出C919型号合格证的申请 2015年的11月 C919的首架飞机下线 2017年首飞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在以往呢 国庆的核心活动不是这个献花篮 国庆的核心活动是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的主办单位是谁 是国务院 因为国务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 所以呢 以往国庆活动的主角是谁 是总理 那这件事情当然习近平不爽 他老大 结果总理是主角 那不行 不爽 于是呢 就搞了个什么 烈士纪念日 烈士纪念日是这么来的 烈士纪念日也安排在9月30号 为什么国庆是10月1号 这话说的过去 但是呢 他就搞一个什么 搞一个献花篮仪式 一献花篮仪式呢 他就顺理成章 习近平就成为 国庆活动的主角 所以呢 上午呢 就献花篮 晚上呢 就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就是李克强 但是献花篮呢 就搞出很大的动静 这很多人经常问 习近平是怎么摄取这个权力的 他何德何德能能获得这么大的权力 其实他没什么能力 他啥也不干 每天就琢磨这些事 怎么搞权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一点一点的把权力抓到手 每年的9月30号晚上 国务院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国庆招待会 那么李克强 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七常委 在家王岐山 参加这个招待会 通常国庆招待会是在那个 到这个宴会厅 宴会厅大概是500人左右 坐500人左右 而且通常招待会 韩正主持 李克强 发表讲话 这每年都是这样的一型公事 那北京呢 现在就进入了中共20大前的 严格保安状态 天安门广场是北京 北京在所有的这个保安级别当中 天安门广场是排名第一的 严格的 为什么 天安门广场周边 几个主要的标的都是在 天安门广场周边 那么从9月30号起 北京的地铁一号线 天安门东站 天安门西站 二号线 八号线的前门站都封站 封站 这几个站呢 就地铁过不停 不停车 然后一号线的王府井站 西侧出口封闭 天安门两侧马路禁止行人通行 基本上 禁止行人通行 其实就是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戒严 就是行人不能过 公桥车改线 长安街上的公交车不停天安门站 那么基本上现在呢 北京的维权人士都说 现在派出所的片警 已经告知 维稳管制期是从10月8号 到10月26号 警察把他们软禁 就不能出门 要么就带着市郊 或者带外省旅游去 一位维稳人士说 他说这个10月8号前必须离开北京 公安部在9月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6月份开始了一个叫夏季治安的百日行动 破获了刑事案件68万起 逮捕犯罪嫌疑人143万 就是疯狂的抓了 这就是疯狂抓人 就是 这种运动式的行动 通常就是政治含义 那么今年的政治含义 当然就是为中共20大维稳服务 北京市民王霞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 他说现在北京很紧张 北京下火车站出站 你下公交 一个个都要查身份证 重点是查上访维权 只要他们觉得有危险就抓 折腾老百姓 整个社会现在成了个大监狱 那么 国庆11黄金周 从1号到7号 8号上班 9号就开七中全会 七中全会全称叫19届七中全会 中共19届七中全会 然后七中全会开完 一个星期之后开中共20大 《求是》杂志把习近平在19大 19大上习近平做政治报告 《求是》杂志把这个政治报告节选 加一个标题 10月1号发表 题目叫 习近平冒号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和《求是》杂志在9月16号 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习近平的文章 题目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一以贯之 这两篇文章构成了习近平 未来政治线路的一个 一个图画 线路图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文章肯定不是习近平自己写的 这些文章包括 包括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当然是有起草小组起草 前面那篇文章呢是 当然起草也有核心 起草的核心通常是 中央政策研究室 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原来的主任是王沪宁 现在的主任是江金泉 江金泉 是王沪宁的副手 江金泉喊出一个习近平最高兴的口号 叫什么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这是江金泉喊出来的 那么那篇文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一段话 这段话你给大家听不长 叫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 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 义无反顾的 负担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这是 这是历史使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个 一个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 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是习近平在2018年1月5号 在中央党校 新进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加个标题再发表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也很关键 习近平通过这篇文章告诉全党 中共二十大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章说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就是要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 我们是革命者 不要丧失革命精神 他说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 和执政党 没有把革命和执政两个当作截然不同的事情 这习近平讲 违反常识吗 当然违反常识 革命党是干什么 革命是什么 革命就是推翻政权 执政是什么 执政是维持政权 保持权力 那你说怎么 不能够区分革命党跟执政党呢 为什么 习近平要讲这个 为什么共产党要讲自己是革命党 为什么 很简单 革命党是不受约束的 不受任何法律 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 我的目标就是推翻宪政权 革命党是这个 执政党是什么 拥有所有的权力 共产党就要干什么 就是一方面 他拥有所有建制赋予的权力 同时 他不受任何法律规定的约束 他有无限的权力 他的权力不受约束 这就是习近平讲这个话的理由 被 想法 习近平这两篇文章非常清楚的把他的政治线路 政治路线 讲出来 第1个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愿景 就是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然后他提出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为什么要提出这四个自信 你既然都道路自信了 你改革开放干什么 改什么改 改个屁呀 我都已经自信成这样了 我改什么改 我不用改 我已经好得很 四个自信 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就是否定改革 第4 还要成为 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这是中共的使命 也是习近平的使命 习近平在整个两篇讲话中全部讲的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没有别的 只有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共20大的政治线路图 也是未来中共的政治路线 随着中共20大的举行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这条走钢丝的线路路线 就正式终结了 改革开放是 是中共的政治线路当中 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中国到底要不搞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个走钢丝 为什么这么说 1949年中共建政一直到1978年 中共在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 是失败的 失败 失败了他才改革开放 才要改 因为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所以呢1949年到1978年叫 前30年 由于前30年的失败 才有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什么 改革开放就是后30年 前30年后30年 邓小平说什么 邓小平说不争论 干就是 不争论 干就是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共党内 对于到底要不要搞社会主义 没有达成共识 你改革开放其实是什么 就是说中共党内没有想好 我到底要不要放弃社会主义 要放弃社会主义 到底怎么干 所以 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探索 它不是选择 它是个探索 我这么试试看行不行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骑墙式的 路线 就是这个骑墙式路线 政治上维持中共的垄断权力 但是呢 又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它是一种政治 经济制度 但是它的政治制度 又是共产党的这个垄断权力 所以呢 它用嘴巴把它叫成什么呢 叫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当然是强词夺理 这是完全不make sense的 所以呢 邓小平也好 后来的江泽民 胡锦涛也好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干就是 就共产党还发现 这样干挺好 我这头呢 有垄断权力 而且我垄断权力可以在市场上变现 可以套现 你光搞市场经济 高的计划经济 我这个钱 我这个权力还没办法变现 过得挺好 习近平上台 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关键 当时很多人没有在意 但是这句话其实 预示着今天的局面 他当时说什么 他说一句话叫 不能用后30年 否定前30年 当然这话也翻过来讲 不能用前三年否定后30年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不能说改革开放 就否定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 所以10年过去了 习近平准备用他的第3个任期 做出政治选择 回到社会主义 这就是习近平 这两篇文章 核心关键所在 当然 我认为习近平不会放弃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对中共实在是太 太有利了 经常中共跑出来讲 我们有制度的优越性 对 那你看对谁 当前中共实行的制度 对执政者 对权力者 非常优越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他还有权力变现 路径 这比其他的国家 那不造优越1万倍 因为对他的利益来讲 但是呢 习近平 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放弃市场经济 但是他会大力推动这个国有经济 国有企业 让中国的经济形态 有更强烈的国有特征 这样就比较符合 社会主义的描述 你比如说供销社也出来了 比如说农业合作社出来了 比如说国有企业集团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方向 我们以后 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 会陆陆续续的进行探索 就是习近平到底他会怎么干 所以在这里我提醒一下 私营企业的老板们 你们洗洗睡吧 这就是结论 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最近 五毛特别多 疯了 而且五毛以前呢 还会装个样子啊 误导一下 现在五毛都不直接装 直接 骂大街了 急了 看来五毛是 鸣谢 谢谢 会员资格的发票中奖 请王先生发票中奖 OK 请王先生一起喝咖啡 谢谢 情况 上次北师大的一位老师问他的学生一个问题 俄乌战争 你们希望谁赢 大多数同学都希望俄罗斯赢 而我模仿这位老师问了一下我的学生这个问题 也是大多数选俄罗斯 洗脑教育让很多学生的价值观 世界观扭曲了 非常对 主要是媒体引导 情况 香港货币发行当局 就是金融管理局 的账目显示 上月底的货币基础 货币基础就是基础货币 19304亿 按月减少470亿 减幅为2.4% 主要是由于货币发行局 制度下购买了港元 购买港元的结果是什么 购买了港元的结果就是他的基础货币在减少 基础货币在减少 意味着货币 就就是通缩了 意味着有人在离开 有人在抛售港元 提问 人民银行出手干预汇率是为20大维稳 为主要目标 请问在美元不断加息的情况之下 20大之后会跌吗 我估计一下 有可能跌 跌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大吧 人民银行用这种方式维稳 我估计会维稳到20大 他还会努力 他还会努力维持20大 20大之后就任务完成 那到时候再说呗 我估计是这样 情况 人在广州 现在摆摊都内卷 好难赚到钱 所以现在有时跑外卖 如果习近平连任的话 估计连外卖都没得做 现在抖音直播 不给说粤语直播 现在好多粤语播主 都在骂 抖音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不是歧视粤语文化 抖音方面说 识别不了语言 就封掉直播间 不给直播 是不是中共在20大 前干的坏事 不知道是不是 你就猜吧 提问 我是留守儿童 由爷爷奶奶带大 父母因为生活原因 不得已离开我去租三角打工 虽然目前生活还可以 虽然我能理解父母是生活所迫 但是我不认可父母 我这辈子不会忘记亲戚在过年的时候 对我说 父母不要了我这种话 中国的成年人经常对小孩子 说这些残忍的话 我经常讲 中国人是世界上 最残忍的民族 他对小孩子做尽了 开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的玩笑 他们叫玩笑 其实对小孩子来说是 爸爸妈妈 妈妈不要你了 妈妈更喜欢你的哥哥 更喜欢你的 妹妹等等 这些我们 以前叫逗小孩 逗小孩 逗小孩是中国人当中最残忍的游戏 我女儿小的时候 任何人企图 逗他 我第一时间 只要他脏嘴 我就让他闭嘴 而且让他滚蛋 这是一件非常龌龊的事情 现在才明白 我的自卑其实来源于这种不愉快的童年 是的 而且目前依旧 不会处理和父母的关系 包括三观 政治 生活方式 不同等一系列的问题 请王老师指教 父母有自己 有他们不得已的地方 当然这种童年的阴影 很难改变 非常困难 你需要建立你新的生活自信 当你有新的生活自信的时候 你才能够面对这件事情 你怎么建立你的生活自信很简单 发现你自己的价值 你就才能够建立你的生活自信 其他我们不讲了 今天 展开讲就太长了 好吗 简单的说 就是要你建立你自己的生活自信 你才会 你才能够面对这一段 你不堪的往事 过去 情绪 2018年前 工作生活都挺顺利 以后做的项目全部完蛋 现在负债累累 15年时 考了雅思准备润 权衡利弊放弃了润 现在真后悔 快要疯了 情况 四川绵羊今天凌晨开始临时 静态管控 情况 上海的中小幼儿园每天核酸 已经一个月了 家长都很反感 都在期望20大后能够取消每天核酸 就是中共要开会 折腾全国 全国都在干 提问 有预测 香港在11月开始 开始入境免隔离免检测 11月已经是20大结束 香港已经不是高度自治的香港 请问是否暗示大陆也会修改防疫政策 不知道 不一定 关联度有关联吗 没有因果关系 情况 从2022年10月1号开始 车船税 再次上涨 排量4.0以上的车辆 每年使用 使用税3600到5400 这么高 疯了 我的天啊 共产党是 疯了 提问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习近平跟过去历任独裁者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差别 为什么 明明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办好一件事 又把所有的事情都办砸的独裁者 掌权的程度可以超过 过去其他的独裁者 有原因 第1个 权力都是相对的 权力就这么多 你的权力多了 那其他人权力就少了 权力是个相对的东西 那以前的独裁者权力没那么大 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对手比较强 他拿不到那么多权力 或者他在忙别的事情 没有想 没有努力去争取更多的权力 理解吗 就有些人觉得我差不多就行了 或者我 他的注意力去干别的 习近平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争取权力 抢的权力 争权夺利 那他的对手又像李克强这么弱 那他强起来不就强的多位 所以这是一个 习近平的权力变成这么大 有政治生态的因素 也有他自己的因素 他天天惦记这事 天天在干这个事情 那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 两个原因 一个是主观他个人的 他自己的情况 一个就是政治生态的情况 情况 坐标福州 听王老师建议 去福州出入境管理出三次 终于申请到新的护照 就是一定能办成 坚持办 就一定能办成 跑三次办到了 提问 请问您看过 黄江南教授的观念经济学吗 他预测美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经济衰退 希望得到您的点评 反正我没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数据 我没有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 我的专业不是预测 我的专业是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和新闻预测不一样 新闻报道是看到 看到有一些迹象 根据这个迹象 进行推测 我只能做推测 推测讲的是什么 推测讲的是根据迹象 看到一根绳子 推测后面可能有一头牛 也可能是一头驴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可能推测 但是这些呢 这些经济学家 预测 前瞻性的预测 是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工作 这是他们的专业 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们的专业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没有看到美国经济 有衰退的迹象 中国媒体 中国的经济学家 尽量的把美国经济描绘得坏一点 他们经常 一个是描绘现在的经济很坏 然后描述未来经济的前景也很坏 为什么 那我们就不是特别坏了 因为他们 你看 他们比我们还坏 这中共的媒体基本上 基本上他们的宣传的 模式都是这个 我们是好的 他们是坏的 如果我没那么好 他们更坏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你在中国媒体 官方媒体上 基本上都在讲美国 欧洲 日本 西方经济都在严重 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基本上 每次都在说 但我是没有看到 美国经济在衰退 我们只看到了一点 物价开始下跌 汽油价格已经跌到了3块多 我这也是3块多 3块出头吧 那这已经不高了 不算高的了 那我估计通货膨胀 食品价格再下来 通货膨胀也会下得比较快 华尔街之前一直因为要阻止美联储加息 华尔街的分析家不断的放风 说美联储你这么加息 那经济会陷入衰退 之前说的很猛的 各种预测都有 但是都没发生 他们都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利益 所以华尔街的那些经济学家 那些分析师说的那些话 受这种利益的牵制 不可信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 我是没有感觉到美国经济 有衰退的迹象 提问 刚才主题里讲 国有银行用人民币中间价来买入美元的方式来干预人民币汇率 那卖给国有银行的人不是巨亏吗 人民币中间价比较非常高 在市场上谁会 做这种亏本的买卖 那当然是有人在卖呗 有人在卖 有人在买 他们之间进行交易吗 那当然是这样 有人在用这个中间价买 有人在用中间价去交易 提问 我在我的认知里 人大不过是橡皮图章 那就是算政府制定政策需要向立法 部门报备 立法部门好像也不会获得制约行政权 行政部门的权利 那这种变化到底有什么意义 还是说这里面是有人想借人大 的幌子 拆解地方政府的权利 你要讲地方政府 那对应的就是中央政府 那我倒不觉得 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利是很大的 基本上是 控制性的权利 那不需要用地方人大去 拆解地方政府的权利 那应该是人大去制约地方政府 就是 省人大制约省政府 那这个在江苏省这么干 肯定是有人受益 因为省政府他没有这样的意愿做这样的动作 通常这个动作肯定是省委书记 开会 定这个事儿 然后人大就通过这个东西 然后去控制省政府 那如果是这么干的话 省一个地方他不会有这样的意愿 做一个这样的调整 那肯定这个省是受到上面 上面的受益 他来干这个事情 那谁来能受益他呢 那要受益也是习近平的受益 不会有其他人受益 对吗 所以我为什么我在那节目当中 我会讲一句 这是不是习近平在下一个任期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 废掉国务院 你想一下 省政府这么干 省这么干 做一个放一个风 那以后 国务院要做什么政策 你得向人大报备 那国务院有什么权力 国务院就完全没权力 决策权在哪 在各个委员会 他没有决策权 然后你所有的制定的政策 你要去人大再报备 那国务院总理干什么 国务院总理可能 没有任何权力了 那习近平就把这个国家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 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这本来就国家特征不明显的一个国家的国体 继续往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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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常有人提 独裁者是疯狂的 其实不奇怪 独裁者之所以爬到那个位置 是因为他们敢破坏规则 他们会不断的复制成功的经验 例如希特勒巴巴罗萨行动 打俄罗斯 普鲁士贵族军方将领反对 希特勒分散路 应该只取莫斯科 而之前打欧洲 闪击战很成功 希特勒认为自己是军事天才 如法炮制 初期确实成功 但不几千过长 军力分成三路,没有权力打下莫斯科 种下拜英 普京也是干了一样的事情,许多突然倒的企业也是如此 因为迷信成功可以复制 同意 非常同意,是这样 你看希特勒 希特勒 闪电战 很成功 让德军穿过阿登森林 德军说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最后 真的成功了 所以 做一些 违背常理的事情,结果成功了 独裁者疯狂 疯狂,他一开始的他的疯狂成功了 他认为后面的疯狂也会成功,结果失败了 通常是这样 有些企业的老板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 他用一些疯狂的行为,结果疯狂的行为成功了,他过去了 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成功 其实99%的人都掉下去了 他过去了 所以其实他没有看到旁边已经有99个人都掉下去了 他只看到他成功了,行我行,我比别人厉害,我是天才 于是他继续做疯狂的事情,他就完蛋了 观点,我最近在反思,所谓的铁拳是否真的能达到让人清醒的 效果 那种看起来表现得有点反人类的忠诚 常常是被砸多次,毫无反抗之力 极度恐惧的结果 我没理解你在说什么 你认为是没有效果吗 观点,美国对中国芯片和半导体 的限制 只能减低 中共作恶的程度,不能改变他作恶的本质 中共只需要用于控制老百姓的高科技,如人脸识别和监控系统 对于改善民生之类的高科技,中共其实根本不会感兴趣 是这样 提问,中国各地都有赌上访人员 人员的部门 听上去好像中央上访局是什么好东西 为防地方的问题 被中央知道,地方才围堵 这两个问题上访局真有用吗 要是上访局是个花瓶,为什么不干脆关了 为什么地方政府有个赌上访的 这就跟胡锦涛有关系 胡锦涛做了两件事情 胡锦涛做了一个维稳体制,是胡锦涛建立起来的 维稳系统 他叫和谐,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背后是什么 和谐社会背后就是维稳体制 维稳体制是胡锦涛建立起来的 所以其实那些怀念胡锦涛,怀念温家宝的人 都是脑子进水 共产党其实是一样的,都干坏事 只是现在干的坏事更坏 就觉得以前干的坏事没那么坏 甚至有人怀念他,这不是愚蠢吗 维稳体制是胡锦涛建立起来的 但维稳概念是谁建立起来 是江泽民有的 江泽民提出维稳的概念 胡锦涛把维稳变成了体制 那胡锦涛他是个弱势的总书记 于是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怎么去 让地方政府听他的 让地方官员 听他的,他有一招 叫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是从哪来的呢 从中组部那来 就说你这个官员 我考察你 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你要是在你的档案里的话,你就以后就别指望升官了 叫一票否决 就是只要你这一票 比如说计划申于一票否决,这是胡锦涛来的 胡锦涛搞的 然后这个维稳一票否决,只要你安全事故 18人以上 你发生一起 怎么办 一票否决 省领导 就不能升官 所以他把所有东西全部都一票否决,所以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矿难啊,安全事故啊,怎么着死人都不超过18个人 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作假 他都 保住自己的官位 怎么办 就作假 各种作假,原因就在这里 都是胡锦涛干的 还有一个就是上访 只要你有人上访 他把那个有一个表 你超过了这个级别 一票否决 所以地方政府成立各种 驻京办 主要的任务就是堵这些上访 跟什么有关,跟省领导的官位有关系 你说 现在 还有一个就是 动态清零也是一票否决 只要你破访 你这省领导就上不去 你地方也是,省领导就用这个方法对付地方 对付市对付县都是一样,我一票否决 中共就 一票否决是胡锦涛发明 胡锦涛发明之后 用到现在 都是这样 所以信访局是什么呢,信访局是个骗人的 是个骗人的 就是人民群众来袭来访 来袭来访干嘛,反映情况 反映情况呢,会不会帮你 如果帮你的话,中国早就 黄河都已经清了 怎么会帮你,肯定不帮你 但是中国老百姓脑子里还有一个包青天,包青天是哪,信访局 满足这种包青天的 这种 这种幻觉 所以信访局还放在那 但是各地政府都在围追堵决 然后信访局其实是中央政府 对付地方政府的一个工具 好,提问,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1阶段贸易协议 第2阶段没有下文了 是因为美国的政策没有连续性,还是美中关系恶化不用谈了 贸易政策是拜登政府的一个禁忌 因为贸易政策会涉及到关税 所以拜登政府对贸易政策不感兴趣 所以美国的拜登政府的所有的贸易政策都限于停顿 只是修修补补 死到临头那就修补一下 叙口气 就这样 没有 拜登政府没有 基本上你可以看,拜登政府没有贸易政策 所以那谈什么第2阶段谈判,不谈 根本不谈 提都不提 观点我认为 习近平不是放弃或者不放弃市场经济 而是按照他自己的认知去构建 架构他所 构想的中国 所以他的行为有的时候会显得前后矛盾互为悖论 不争的事实是他在壮大国家资本 央企国企打击资本 民企国 民资 灰色对应外资,所以 未来习近平执政之下,市场经济在中国不得不消失 皮子不纯毛浆腹 所以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他不会涉及这东西 他不会涉及 这个底下人干的 他只是选择的方案 观点,以现在习近平做事的能力和眼光来看,我认为毁掉改革开放 党进民退 并不是习近平真实的目的 只是习近平为了设取更多的权力手段而已 习近平没有什么蓝图规划 就是为了设取权力 现在的各种政策只不过是手段,目提出更多的权力 有一定的道理 这点我是相当同意的 我是相当同意的 情况,朋友在南方某二三线城市的中医院 当组织医生 医院通知各科室自查 出入境记录 和出入境证件 现阶段是自己上报,看来出国大门正在渐渐关上 外汇是有问题 外汇有问题 情况,我爸 遇到被外汇管制的情况 他被告知不能通过手机银行做境外汇款 必须本人到开户行柜面办理 但是我爸现在在国外 这只是我们在 四线江南小城市 大城市的朋友都没有碰到这种外汇管制 分析可能是 小城市分配到外汇少 是有道理 观点,习下礼上传了小半个月 很奇怪为何大家忽然觉得礼会好起来 我觉得李克强并不是一个有品德的领导人 Omicron全球大流行已经有海量数据可以供中国参考 即使习近平坚持清零 国务院依然能够在另一县城上为将来的共存提供 提前做准备 比如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缺口 但是他没有 在封建社会这叫逢君之恶 要我说这就是小肚鸡肠致万民于不顾 我讲了一万次了 我讲了一万次,李克强是什么 习近平是黑老大 李克强是小而黑 他只是权力不够大,能力不够强而已 手段没那么狠而已 李克强会比习近平好,你疯了 我不知道那些人脑回路是怎么回事 李克强 你想想看 我举几个例子 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P2P嘛,P2P是李克强干的 P2P伤了多少中国人 多少人家破人亡 这李克强干的 李克强认了吗,李克强没认 对吧 夺了 李克强 李克强现在就是,李克强是争权夺利的失败者 他是个loser而已 他不值得同情 他也没有能力 你说习近平为什么,我就讲习近平为什么会摄取这么大的权力 跟政治生态有关系 如果李克强为了,如果李克强真的 他觉得他愿意牺牲 他就跟习近平顶着 习近平能摄取这么大权力,当然不能 对吗 习近平在抢的时候 他在放,他在让 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其实 虽然他不高兴,他肯定是习近平的合作者 他共同造就了现在的这个局面 情绪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节目,听王老师的节目是每天必修课 把王老师讲的很多内容介绍给周边的朋友 发现令人振奋的事实 原来很多人都在看王老师的节目 都会那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十分欣赏 觉得自己不孤独 是的 我们都不孤独 我们又彼此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稍后 am 感谢观看